3個中產黨 今天會說一件越來越近 很多一般市民不太關心 職業政客越來越關心 我覺得很標誌性 雖然香港不是有民主社會 但對於民主社會來說 如果一個地方搞到選舉沒有取消 是很大件事 所以整個運動發展到今天 尤其是對於和理非來說 他們應該要很重視這件事 我會說一個建制派 上星期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朋友 他跟我說 他大概和10個不同的人 輸倒了10餐飯 他認為是選不成 如果選得成就沒有了10餐飯 當然現在有很多人認為政府一定會停止選舉 但我反過來看 我先無論說這件事會否最後停止 你會看到我們今天發生的事都知道 你會發覺有些事情是在萎縮 特朗普也說 現在運動越來越少人 有些人就說是因為蒙面法 有些人就說因為很多人被拘捕了 所以就沒有什麼 但我覺得最大最大的原因 都是因為區議會就到 你會感受到有很多和理非 他不會再去很努力宣傳這個運動 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識 第一個重點當然是要放進選舉工程 第二個重點是大家都很害怕 你會不會讓政府有個理由不選 我現在要選,我當然要縮 所以你看到很明顯越近選舉 抗爭的激烈程度和參與的規模就越快 我看這件事是很不順眼的原因 其實某程度上參與這場選舉的專業政客 以及政府 其實大家不必一定要直接的閉密會議 大家有一個共識 你幫我搞散場運動 我就讓你在11月區議會有得選 你不要想到政府很害怕選舉 如果我可以用一個選舉的大敗 換到整場運動的泛民主派或和理非 斷絕對抗爭的支援 其實是隨便有贈有贈的 這就是時機的問題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勇武派應該很妙,最好不要選 我繼續衝好 但是會不會怕 如果他不選的話 如果真的取消了的話 會怕更多人很生氣 選都不讓我選 反而衝得更厲害 當然了 所以不如不要選 我剛才不是說代表一般市民 是代表支持勇武抗爭 他們是不要抗爭這件事的 當然 那個博弈又不是要很極端的 我們故意搞散場選舉 讓市民更加憤怒 你搞選舉 以及繼續有勇武抗爭 兩月又沒有矛盾 如果搞得整個選舉 那就搞了 但是你不能夠為了遷就選舉 就故意壓低抗爭的規模 但是你現在看得很明顯是有個手影 就是大家不要重啓 不要讓政府有個藉口 cancel 選舉 因為cancel 選舉 我們就沒有資源 這些風聲是甚麼人放出來的 當然周遠大師說有建制派 建制派的想法 但是其實不同立場的人 可以就著這個目標有相同的方向 周遠你回答我 其中一個好像很關心 覺得這個選舉很重要 所以想撒停他 如果你選了那麼多 不是建制派的人就去 那你對特首選舉 因為他有百多票 是不是那個憂慮 所以怕呢 應該這麼說 如果只是區議會collapse 如果區議會collapse 之後立法會再collapse 立法會collapse之後 選舉委員會再collapse 那就可能會有危機 整個政權是喪失的 但是問題就是 暫時來說 我想在這個10月1日之後 至於之前後一個月來 我想建制派應該也有三成 應該有三成 就是之前去到七八成 是二十幾三十二十五 那你會很惡搞 我想做個回應 Harry跟不同意了 你說如果有個說法就是 你要有百多個選舉委入去的話 加上那些票 那就不夠 但我從來都覺得 如果我是爺爺的話 今次給他復出 給一六八九復出 哦 給一六八九復出 再給多一個 即是給幾個這樣的人選 你就選吧 其實 是不是這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 對是五分一 那你如果有百多二百票 你就可以提名一個泛民的代表入去 那你提名一個泛民的代表入去 而你那個票數是這麼接近的時候 阿爺 或者我們說共產黨 他就不會接受到這麼低的安全係數 不過你又反過來這麼說 現在共產黨有一樣東西叫DQ 就算被你選到入去 所以我現在經常都覺得 你泛民什麼都要的 你就應該支持831框架 反正就算被你提名到入去的那個人 他都可以DQ你 那其實結果都是一樣的 你想一下 你說那個區議會因為輸了 所以有百多票就推到特首進去 那現在就說不搞區議會選舉 令人很生氣 那反過來也可以讓你那個區議會選舉搞定 然後推那個人 然後我再DQ你那個人 其實結果都差不多不會很遠 所以我的看法是選舉有多重要的話 我想選舉的重要 對香港政客是一定比阿爺的看法 那是那份職業 是個水源 但是他說政客 如果你算了泛民政客的話 對於 我這樣說 現在這個是政治利益的問題 或者政治倫理的問題 因為這次的整個運動 究竟哪一個人出來最大 哪一班人出來最大 哪一班人最有戰功 其實就是現在坐牢的那班 即是被告的那班 被拘捕的那班 那兩千多個 但是逢是拘捕了那些 所有有關係的 related的人 你都不可以享受這次的戰果 是不是可以不可以 所以現在你都在拘捕 或者所有的東西 你不可以拘捕了那些 你拘捕了那些 你拘捕了那些 你現在很難走出來 即是很難再有梁天琦喝酒出來 所以就變成說 垂來享受革命的果實 即是我覺得整件事 然後你血債票償 血債票償 問題就是 票不是償給流血那些人 或者流血那些人的partner 或者流血那些人的共主 所以整件事在政治倫理上 是很大問題的 我有一個看法就是 你這個提議說得好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坊間流傳一件事 就是可能中資有一大企業 已經宣佈了 他們請人的時候 不會請這幾年畢業的人 他們不知你有沒有參與過 總之他們有幾個座學的人 你們有很大機會參與過 我就不請你 變成其實在這樣的前提下 他有這麼多人參與的話 其實如果真的算得成的話 是不是應該那些泛民好 即是你們不要壓住那個位置 你全部就給剛剛畢業 或者什麼那些人 位不是很多的 但是他的位置裡面 又可以有其他資源 如果你說回你那個 戰功那個 是給他一個補償 或者什麼 就是給他那幾個年代的人去做 他變成可以在外面的勞動市場 可能被公司打壓 被企業打壓的時候 就是拿回政府 他可能不用承認他自己參與這個運動 但是其實 在那個年紀剛畢業出來的 大家都知道 有沒有可能呢 我覺得這個可能的機會性大概是零 就是他們應該如果現在去泛民 他去選舉贏了 他當然是給自己人 自己人都不夠分 那條水 他怎會給一些 跟他們不是一起 共同工作的人呢 那個也是 其實 那選民怎麼選擇呢 譬如你無緣無故這區 你都不是選的 無緣無故公共多一個泛民在這裏 另外一個 就是一個素人 但是他是剛剛那年紀的 泛民沒有那麼多素人 如果泛民爭過一結 他就被建制贏了 但現在不是說選民會懂得選擇 現在你看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 其實 相比很功利的老闆 那些抗爭者就不是很功利 他不會去想 我現在贏了 為什麼那些東西是益了泛民 你想想 年輕人想事情很飄 沒有我們那麼計算 所以你說他們會不會很憤恨泛民 我又覺得未必會 甚至也是我這樣說 如果是真的好計算 就應該搞爛了選舉 現在最好笑的地方是 有很多人說 我們不可以讓共產黨有個藉口搞亂選舉 然後我問回泛民中人 如果搞爛了怎麼辦 搞爛了就沒辦法 出來要搞革命了 其實現在就是因為還有得選 他們覺得還有條後路 就繼續留在這裏搞選舉 沒有選舉搞 就迫著要安裝你們 但是那些年輕人不會這樣想 那些年輕人是很飄 就覺得你們都算是同一陣營 我們沒有必要搞亂當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數人都可以選 現在也有很多數人都可以選 但是你想想 泛民很賤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說誰先插旗 誰就可以在那裏選 這班經驗性客就在上一屆選舉 就已經部署在這裏要搞 他們當然一早就插旗 現在通常都是 我們說可以數人選的就是那些豬頭骨 當然這家豬頭骨也是有機會贏的 所以變相連泛民都去那些豬頭骨跟他爭 那就是泛民應該去那些豬頭骨 當然 但是你沒得說 但當然我有客觀說 其實撞這些個案很少 有十個八個 四百多個區撞十八個 其實很少 但是另外一件事就是 但我都同意 剛才周顯大師說 我都說過那時最出名的就是范國威 那時在新東補選的時候 他說的 如果他當選了 他會把資源撥去幫助在囚人士 結果從來都沒有做過這件事 當選 就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承諾 是沒有人追究的 所以你說靠這個區議會選舉 去養回那些失落的抗爭者 我覺得是沒有可能的 同樣是零 是的 任意被零 總有幾個選舉 這樣便會幫到他 還有抗爭者有一些都加入了政黨 那些就可以了 但是絕大多數的 其實都很難的 但當然 反過來 其實就很像 老闆 你剛才說的 老闆 我不請現在的年輕人 那些政客就是 我只請自己有 你沒想到我會請其他人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很醜惡的大人世界 和一個很平衡的年輕人世界的分野 就是選舉 錢 一旦牽涉這些東西 其實那個想法就完全不同 我想說強調 成本除了他們可能那代的人出來 即是法律成本 即是政治上 那些人被人去 總之是 之後他出來做事 之後怎樣生存 怎樣做事 沒有人去考慮 是的 但當然 因為就算你說 畢業都要去到 明年才畢業 明年年初就請人高峰 到時才知道情況是怎樣 因為我又另外一件事 你這班老闆那麼乎薄 經常都拿萬多元 就想請人有盧藥入院 除了FestGrad 肯這樣和你捱 還有些人肯和你捱 你說我不請這個世代年青人 我請一些年紀大一點 那些年紀大一點 那些就叫高一點 但我會想 如果經濟一直差下去的話 我反正都會減少別人 或者想少別人 有得選擇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選擇 經濟不好的時候 反過來說 我們當年SARS 都是失業率最高的 一定是年青人 因為你一定是 推薦請過有經驗的 所以這件事 都未必關於他 是否針對年青人 純粹是 經濟畢竟 我當然是選擇過熟手 當年都是 從來他們都沒有關懷 年青人 不要覺得他們 每個人都是計算錢 好了 這次就到這裡